将机油更换完事 紧接着道琪花了26码内 从商店买了一罐液压油添加了进去 随后便测试了一圈 这次仪表盘的故障码消了 悬架的液压系统也能正常工作 如果换的新的液压泵 道琪查了一下 最少都要900码内 妥妥地省了一笔不小的维修费用 道琪还将车子开到朋友修理厂 让其帮忙更换了发动机的24个火花塞 它这液压悬挂也太有意思了 咱们把这个新定的车标也安装上去 这样看着就正是许多 将这块损坏的一子板拆卸掉 更换上朋友送的这块 这三拼色看着也挺有意思 道琪还为这辆心爱的梅赛德斯S600 定制了一套20英寸的镀格轮毂 在更换它们之前 道琪准备把车子开到另一个朋友那 安装一套新的排气系统 道琪别的不多 真就是朋友多 他这就换了两根排气管 而且还没换拳 本以为道琪都会换掉 咱们来听听现在的声浪如何 还别说挺有效果的 之前的声音要比这闷很多 两个排气管道琪花了80码内 道琪还跑了一圈 不愧是V12的发动机 这声浪没得说 完全不输跑车 由于自己没有喷漆房 道琪依旧是将车子送到朋友那 进行了喷漆工作 等道琪再次见到这辆梅赛德斯S600 已经是一星期后 这单一的颜色总感觉没之前的好看 而且靠近看着 这漆似乎都没喷好 之前保险杠有些损坏的地方 道琪这朋友也帮忙修复好了 远看像是黑色 其实他这是午夜蓝 另外他还在这车身漆色上面 添加了一层金属的颗粒物 让人感觉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 刚刚我以为是漆没喷好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下面道琪准备为车子 更换上这套帅气的轮毂 先将其清洗一遍 外面看着就跟新的一样 没想到这也是拆车键 清洗干净后 再给轮毂跟轮胎拉到修理厂 进行匹配 然后将其安装 这辆零瑶款的梅赛德斯S600 修到这里也就完工了 整备的总费用都不到3000码内 到期花了850码内 拍到的 花费的时间也就一个多月 而且基本都是在找朋友帮忙